佛教讲三世因果 实际上指的就是今生你所有的作为 就是因为你上世一世 你做的行为所受的果报而已 因为你上辈子没有积德 所以你这辈子才会受苦 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功德 你这辈子会享受你的福报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投胎 投得比较富有的人家 或者投胎投得爸爸妈妈身体比较好的人家的原因 所以那么现世的善恶业 那么又影响到你未来的苦果 也就是说今天你还在做坏事 你下辈子一定得不到善报 末法时期已经等不到你下辈子了 很多人在今世就做了很多的坏事 当场受报 抓进去枪毙 那些都是现世报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不造新业 才能保住未来 我们消除过去的旧业 我们才能造成更好的新业啊 社会上有很多的人整天的抱怨 我们生命很短暂 我们不要将生命再浪费了 实际上在你抱怨生命很短暂的时候 你已经在浪费你的生命了 学佛人精进的修心学佛 就是挑战自我 我告诉你们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如果你想改变别人 非常的困难 大家都知道家庭里想改变妻子 改变丈夫 改变你的孩子都非常的难 台长 教你们学佛人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改变别人 你首先先改变你自己 这就是如理如法之道啊 所以修心就是修掉你心中不好的烦恼 修行就是修正你的行为 所以修心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不要抱怨 我们抱住怨气 这就叫抱怨 你把怨气一直抱在身上 你就会越来越沉重的 有怨气 叫抱怨 所以放下怨气 你才能不把这些怨气抱起来 那你才会没有怨气 一个没有怨气的人活在世界上 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是一个心灵纯洁的人 这样的人才会在人间自由自在啊 можете生活多谢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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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